月末 哈囉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這個也是防水的背包 這個是在蝦皮上面買的 一百多塊錢 因為詹姆士有去迪卡農看過 迪卡農賣的還滿貴的 因為這個可能只 這一次溯溪用一次 應該很少機會用了 所以先買這種的 便宜的 來 試試看 OK 它來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一個塑膠袋 珊姆斯買的是10公升的 10公升的 這邊有一個10 看它還有5公升 20公升 15公升 3... 欸 20... 最大好像20的吧 還是30、40 好 不管了 這邊是10的 這個Ocean Pack 10 來開箱囉 這個塑膠袋就沒什麼印刷 好 好 那珊姆斯有聞了一下 這個塑膠味沒有很重 其實還好 淡淡的味道 有的塑膠味很重的那個 就蠻刺鼻的就非常的恐怖 這一款呢是還可以 再看一下 它的厚度感覺蠻厚的 這是帆布的材質吧 這樣子 好 防水的 應該是防潑水的 因為它沒有像 裡面有什麼密封層 可以這樣直接壓起來 這樣子 先捲 捲起來之後再扣起來 這樣子吧 然後再把它給扣起來這樣子 叮咚 時光聲 這主要是背在背上啦 裡面的東西不要撕掉 因為這樣不是還有 有蠻比較小的防水袋 以防萬一 這只要是水潑到水標進去就可以了 我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側邊 扣 扣反 底部 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說明 可以看一下 就是把它折三次 Fall three times 再把它扣起來 然後再來是德文的 示範牙文 好 那一個背帶呢 這邊 可以斜背的背帶吧 這個就是很普通的塑膠材質 這樣子而已 價格蠻便宜的 你不要要求有什麼非常好的 金屬的扣反 折三次 1 2 3 3 times 扣起來 小小一個 可以放一些小毛巾 還有 這是你的手機啊 另外 汽車鑰匙 這樣子 就可以斜背的 OK OK 好 那針姆是在裡面 塞了一些衣服 大家看一下實裝的 樣子是這樣子 裡面裝了一些衣服 好 這會鼓鼓的 那這個算 偏小的 沒有說很大的 撞東西可能就不多 我看我手掌還這樣子比 這樣 只要裝一些 基本要帶東西就好了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防水袋 10公升的 開箱囉 我是山魯士 我們下見 掰掰 拜拜 還可以 見到 這邊 已經好 一個 簡直 小小鮮 有空 在中心 摩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